有一名家长就控诉说自己16岁的女儿 现在就读北部的一间女高中高校 但是呢他却遭到27岁的老师 疯狂的对这名女高中生告白啊灌迷汤 甚至啊这名老师还主动的对这个家长的女儿说 我愿意帮你课后辅导 可是他课后辅导的内容却是把这名女高中生 带到阴暗的公园对他上下其手 甚至这名高中老师他还会传讯息给这名女高中生说 你好香哦好想要随时趴在你身上等等这些字句 一直对这个女高中生灌迷汤 让家长发现之后是直接气疯了 直接到了学校奏报这一名老师 而且呢这个家长呢还对老师提告说 他利用全市性交还有猥亵罪 最后呢双方是通通都进到了警局 而家长的控诉po文现在曝光之后 也在网路上引发了讨论 这名老师被揍得肿成猪头眼角还留下伤疤 打他的不是什么小混混 尽是学生家长 事情发生在北部有名家长控诉 自己就读高中的16岁女儿 被这名27岁的数学老师骚扰 这名老师多次写小卡片纸条 甚至在考卷上留言向女儿告白 说女儿有多美 让自己回家后还魂牵梦营 而正值青春期的女儿抵挡不了老师的追求 老师还愿意免费帮女儿课后补习 让她直接陷了下去 结果老师补习的内容 竟是带女儿到阴暗的公园 情情抱抱 甚至还摸女儿的死命部位 女儿反抗问老师 不是要等两年后我18岁吗 老师竟然还说这种事很正常 家长得知之后气到不行 直接到学校理论 结果才发现班导师根本就知道这件事情 校长还想要撇清责任 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 家长直接动用私刑 把这名狼狮走进警局 让她的脸肿得跟猪头一样 而家长也表示 由这名狼狮哄骗女儿的证据 像是你好香 我随时都好想要趴到你身上 等对话记录 希望能让教育部重视狼狮事件 对此该名高中的校长也表示 已经依规定对该师进行惩处 至于该名女学生事后则正常上课 正面27岁的高中教师 疑似对16岁的女学生骚扰 而记得家长是出面来控诉 对此校方也回应 已经进行惩处 从那个事发的第二天 我们就通知她请假配合调查 一直到从那个第二天 到现在都已经没有回到学校 我们就是希望老师不要再 再让学生看到 甚至于说其他学生也不要再看到老师 依照规定教导小组的话 还有我们教评会做的是 这个情聘专业 专业内他就不得再担任老师 学生也这些期 他们就是很正常的回来上课 到现在我们都有专专业 这个最终舞蹈 好 接下来看到近期评传诈骗集团囚禁 领虐求职者的社会事件 而立法院有三读修正了刑法部分的条文 证定加重剥夺行动自由罪 以及其加重结果犯的规定 明定如果三个人以上 对共同被害人剥夺犯夺行动自由罪的话 要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并可新台币一百万元以下的罚金 而因而致冷于死的话 则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好 刚刚听起来 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拗扣听不太懂 我们用口语话的话来解释 就是说如果你对人家动用私刑的话 现在这个刑法已经修正案通过 就是会加重处罚 像是刚刚这个高中女学生的家长 对于这个高中老师是动用私刑 接下来我们也带大家来看到 另外一个动用私刑的案子 这是发生在新北市 新北市有一名女子 她跟她的前男友两个人 这个债务的纠纷 没有想到这个前男友 居然是伙同了其他男子 据小剑刚刚说的 这个现在刑法收正 也是三人以上 等于是动用私刑嘛 这名前男友呢 她就伙同其他的男子 对着这名女子 是持棍棒殴打之后呢 再把她强行掳上车 带上车之后 把她带去哪里呢 把她带到了一间旅馆去囚禁 那警方获报之后呢 是成立了专案小组 而且锁定了这个设案的车辆 不到六个小时 他们最后是在旅馆里面 是成功救出了这名女子 而讯后呢 警方是依照杀人未遂 妨碍自由恐吓 还有伤害等罪嫌 移送新北地检署正办 新北市于十四日 有名女子跟前男友 有债务纠纷 竟被卤走 还被痛殴打到断崖 就了解赖女跟陈男 原是男女朋友 分手前赖女向陈男 拿了九万元 但陈男却认为是 拿了三十万元 两个人对金额的认知 有所出入 再加上陈男 多次联系不上赖女 于是找上两名友人 准备找前女友算账 十四日上午八点多左右 赖女到新店区 新河街找朋友拿衣服 没想到前男友 与两名男子开车尾随 赖女一下车就召到三人 持棍棒追打打到断崖 车旁还有赖女挣扎的血迹 接着赖女被抢毒上车 从新店被载到永和旅社监禁 警方获报后 成立专案小组锁定设案车辆 不到六个小时 在旅社成功救出女子 警方讯后将陈男等三人 依杀人未遂妨碍 妨碍自由 恐吓伤害等罪 以终真办 其实它是分两个码头上货 所以警方你这边抓了109把枪 很高兴开了一个记者会 然后说明我们抓到了竹联邦的枪 但其实在同一时间 另外一个地方也上了 也是上了几百把的枪 所以这次才那么多枪来打 五十一床是什么概念 你现在挂人家去 然后碎过头之后 人来人往 你打打打打打 换蛋夹上来打打打打打 在等头买一样 上班时间 那个事情发生之后 有没有 我们上节目嘛 上节目一开始 我们也怕被开枪 讲得比较保守 但那个礼拜六礼拜天 兄弟 台南的角度大 就卡电来来干掉了 他说阿宏 我们台南开八十八千 你跟他说我这么坏天 你台北 你坏小狗 我说不是啦 这还在办嘛 不是啦 你台南要抓人家来 给我开枪 我的生活算是 台北我跟小狗 走出去就会开啊 对啊 你可能坐过去啦 必须要一点时间 那个大哥讲的 我觉得有一段 我觉得很有趣 他说 阿宏 我跟你说 我们台南开枪 三更半年 半夜三点 自己乘搭乘搭 上海风去开枪 开完 不敢瞎瞎的 自己上海风离开 不是不是 我为什么有办法 去跟人家开枪 然后讲得这么委屈 不是 这真的是委屈 他说我们上海风 我们很辛苦 我不是没钱 但是大家 不可以叫客人家去 你台北又叫客人家去 你那是误伤无辜怎么办 这一集《切友词旅》的大来宾 就是资深媒体人林玉峰 他常年经营社会线 所以他也知道很多 这个黑道之间的八卦秘性 刚刚大家看了这个节目的 精彩预告片段之后 有没有觉得 哇 好精彩 好想要知道更多 关于黑道文化的相关消息的话 记得待会在我们 一题五件新闻播完之后呢 要紧接着锁定 1点10分接着播出的 《奇友词旅》 我们来听听看 林玉峰 还有我们的旅杰老师 两个人在节目上 还会有什么精彩的对话内容了